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14日 已經是 星期六 最近這幾天 中東局勢當然是自民密報 其實俄烏這場仗還沒打完 俄羅斯在去年揮軍入侵烏克蘭 這場仗打了超過一年 到現在 還是在打 在台海也是關係很緊張 南海局勢也進一步升級 菲律賓有美國的大佬加持之下 跟中共對著肝 周圍也是發生著充滿火藥味 隨時有機會開戰 想不到 中東後發先至 中東現在就真的打仗了 因為以色列已經宣布向哈馬斯開戰 進入戰爭狀態的以色列 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場仗會不會再擴大呢 但是很多人會關心這個問題 就不是關心以色列 以色列關了甚麼事呢 很多人關心的 是股市 金市 以及油市 在不以色列 開戰的時候 其實油價 是沒有怎麼動的 甚至乎還是跌 是剛剛這兩天才升上來 而金價 也是出現了一個反彈 金價之前 受著大陸的因素 曾經跌穿 1800 對到快到 好像想穿1800 結果 這幾天 是 算是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升上1900 最新的金價 升了3.34% 是1945 比起低位反彈超過100元 這個是金價 原油也是 原油 在以色列開始動手的時候 10月10日 其實是反而跌回去的 由86.4%跌到83% 那兩天就反反復覆 現在就衝上來了 剛剛星期五 紐約收市 原油的價格是上升到87.7% 升了5.8% 我們看看股市 美股 也是 不算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們先看看道指 道指在過去一個星期 一直顯著 都是做得不錯的 為甚麼呢 他 初初受了 少許影響 由3330點 以上的位置 升了上去33600點 收市 這個星期 一度曾經衝上去33900點 很多人會立門 為甚麼 股市 好像不是很大關聯 打仗啊 你猜是定的嗎 打仗 是不一定跌勢的 我要告訴大家 再看看另一個指標 標準普爾 因為 美股的人如果說整個經濟指標 是看標準普爾的 因為它是500家公司 是囊括了所有美國的大公司 尤其是工業指標 導致 反而那些人就不是完全看導致去測試的 看看標譜 在10月9日 最低跌到4,280多 這些位置 然後一度反彈上去 4,380多 其實反彈幅度 也差不多100點 就是由低位彈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那個真正的股市 其實受戰爭的因素影響不是很大 我們要看看歷史 歷史也告訴我們 每一次股市 受到這些突發的事件 例如打仗的影響 是有 很快也可以恢復 除了兩次 是一段長時間 第一次 是日軍偷襲 珍珠港 日軍偷襲珍珠港曾經一度大跌 第二次 第二次 就是 伊拉克入侵科維特 兩次事件也是那個年代 是一個 很震撼的消息 你想想 兩伊戰爭打了很久 但是 伊拉克徽軍入侵科維特 當時 對這個市場造成很大的震撼 因為他是一個油國 產油國 對不對 我們看到現在 以色列的這場戰爭 大家都覺得 有來過 反而對市場的震撼 不算很大 我們看看 那兩次 剛才所說的 日本偷襲珍珠港 以及 伊拉克入侵科維特 這兩件事 最長的 股市差不多要三個月 才會回復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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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是很驚嚇的 這麽大件事 也是三個月回復 意味著這麽呢 其實每一次打仗 或者每一次大跌市 突如其來的大跌市 不是因為經濟因素而衰退 而是突如其來的大跌市 反而 是大家入市的好時機 當然 入市這個市 記住要告訴大家 什麽是市 香港股票不是市 中國股票也不是市 中港的資產 我們不當它是正常的市場 因為它不是market 它是受著一個政治因素 那麼嚴重影響有的事 它是每一個 你是面對一個會充公你所有資產 將你全家殺死 然後 還要將你挫骨陽灰的政權 這個政權 你不可以把它當成正常的市場 明白嗎 所以 說到市 一定是說美股 美市 因為那個是一個 全世界正常 會對全世界open的市場 說回美股 其實近10年8年 我一直看著美股的變化 美股從1萬多點 衝上去3萬多點 就好像下不回來 最厲害的時候 應該是特朗普當選那一天 因為當時民意兩面五波 當時覺得希拉麗高一點 結果 當時特朗普爆冷贏了之後 這個 道指 其實是很誇張的 一度跌1200點 道指期貨 結果 即日 就大幅反彈 反彈在低位反彈上來2000點 倒升 這個現象是代表甚麼呢 其實美股那種復原 是很厲害的 想告訴大家 從歷史的數據分析 其實每一次 美國的跌市 他翻轉頭的速度 更厲害 剛才 說了兩單 是需要三個月 才可以回復 反彈 反彈 但是 很多時候 看回他的數據 大部分 在短時間內就能回身 這個表是美國的 美國製造 所以是以美國為標準 標準普爾計 偷襲珍珠港 當時 單日跌了3.8% 然後 總共下跌了19.8% 需要143天 這個要幾個月時間才可以見底回升 因為 當時的損害實在太大 第二次是韓戰 單日跌了5.4% 總共那段時間跌了12.9% 23天 就是見底回升 然後 市升上來 蘇伊士運行危機 當日還升0.3% 總共3天時間就回復了 只是跌了1.5% 古巴導彈危機 當日跌了0.3% 總共是8個交易 最多跌了6.6% 然後反彈上來了 金賴迪 被刺殺一樣 單日跌了2.8% 這個對美國震撼大一點 一天就回頭 反彈上來了 然後 東京灣事件 比莫尼克奧運綁架 相對還是比較小 熟罪日戰爭 1973年 也不算很大 接著說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到了1973年 到了1991年 差不多18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當日單日跌了1.1% 總共用了71天時間 其實3個月以來 就回復了 當時 其實是 最多跌了10點 16.9% 接著比較大件事就是 美國911 單日跌了4.9% 11日時間就回復元氣 最多跌過11.6% 然後轟炸敘利亞 北韓試射導彈 伊朗蘇萊曼尼被人堆了 等等 也沒有什麼關係 即使俄羅戰爭 單日跌了1.6% 四天就 見底回升 總算都是跌了5點多 所以 這次 戰爭對於股市 幾乎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 我想告訴大家 每一次 其實除非你在美國發生 例如911 例如特朗普當選 如果不是 外國發生的事對美國的影響很小 而且美國的經濟體已經膨脹到 幾乎 每一件事都不是大事 除非在美國發生的事 就是911光炸美國本土 當時是 相對的震撼大跌 由於 美國的經驗 即是投資人也有經驗 所以 你想想想 去韓戰 偷襲珍珠港 或者海灣戰爭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這些事件 大家也經歷過了 有了經驗 有了窮體 所以 未來 除非出現一個更加大的事故 例如核戰爆發 否則 對於美國 其實 有時候我們看股市也不是很大影響 好了 那麼 究竟這一次想表達甚麼呢 就是 每一次 突如其來有大跌市 尤其是 威脅到美國本土的話 其實大家 都是給大家賣入的一個機會 除非出現整個地球 全世界 是一個經濟衰退的情況 現在美國有沒有經濟衰退的情況 在近20年 其實也沒有事過 只是一個減弱 你想想 當時就算是美國刺案危機 一印銀子 就全部搞定了 因為那個是信心的問題 聯儲局引銀子 使得市場充滿信心 那就搞定了 所以 機會是要好好把握的 每一次 有些突發事件 也是一個機會給大家 所以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不是一定是打仗就跌的 當年的丁蟹 編劇不是很認識的 所以打仗就大跌了 打仗 不代表跌了 反而是一個 不得如其量的買入機會 好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大家 也是要 跟大家提醒 不是買入港股的機會 港股已經被人剔除了 正常的Market 是說美股 好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適合 要再加裝 一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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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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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搭